是40到50歲 好 另外呢 這個數字值得大家注意喔 台灣40歲以下乳癌患者 占了16.6% 比美國高出兩倍 35歲以下年輕乳癌者 台灣9%是美國的4.5倍喔 好 這部分我先請教一下 我們陳醫師喔 為什麼台灣年輕女性 得到乳癌的比例 竟然比美國高出這麼多 對啊 這比較特別的 大家都一直覺得尺寸比較大 或歐美西化的程度比較強的話 他們應該乳癌發生率比較高 底下發生率比我們高 可是從以前的分析 到現在都是很好玩 台灣40歲以前 發生率比美國高很多 對 為什麼 體質嗎 那如果30歲以前 有生育過第一胎 其實它風險值就下降 第二個 如果說 從來沒有生育過的人 其實在一生當中 他乳癌風險也是增加的 還有就是如果你剛好 比較肥胖一點點 或者是你在飲食上 比較吃西化的 包含高油脂類的食物 或者是素食類的東西 心理風險都是比較增加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為什麼年輕比較容易發生的話 其實我們一直在探討這個問題 只能跟大家講 其實在整個衛生署的政策 會把整個乳癌篩檢 希望往更早一點點 去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年輕的比例 竟然是美國的四倍之高 這部分還在研究就對了 不過我們就先來看看 有幾個方法是可以預防的 如何預防乳癌呢 在一級的話就是少吃一些油膩的油炸的 那多吃一些這個纖維素 還有就是少淹少酒 最好避免肥胖 另外要多多運動 好 另外二級就是說 如果你有家族歷史的話 那每個月要自我檢查 20歲 25歲到30歲之後 每一年要做乳房X光 或是超音波的檢查 好 那陳醫師 這個淹跟酒到底跟乳癌 為什麼會有一些關係啊 這個是好玩的地方 你會發現現在所有的預防的概念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危險因子 我們慢慢把它排除掉 你就會發現如果比較胖一點 或者是血糖 脂肪比較高一點的就容易得 所以你會發現所有預防都希望你往這個地方去改善 至於淹跟酒這個比較好玩 因為酒的部分 他們發現好像有增加一點點 不過都跟生活習慣是有關係的 甚至於也有些研究發現睡眠品質不好 我們台灣人因為是血漢工廠還有血漢 也許也有血漢家庭 因為很多家庭 我覺得也有點 職業副理又要上班回家又一大堆事情 我最近常被我太太罵 就是說她在家裡也是血漢家人 這個回家做好多事情 所以她可能睡眠其實受到很大的干擾跟影響 也有人認 有一些研究包含三種他們那邊研究 跟發現你睡眠如果不好的話 其實有一個退黑激素的頻率會改變 這個改變也會使得乳癌癌症的發生